我就是你 不是 錯誤的政策 比貪污還更可怕 民進黨 廢合的成本 至少 有1000億 空中的英文 對啊 這個colot 說話大概就這樣 各位管粉 你們大錯特錯了 你們為什麼都不買Notorious呢 你們為什麼都不加入陳迪斯汗呢 真的是好討厭 瞧掰 那個民族啊 就是 真言說瞎話 漲電價的方式 讓全國國人口袋裡的錢 再次納入民進黨的國庫 必須要擋下 民進黨一意孤行的漲電價 國民黨團總教傅坤奇 親自在藍白聯手提案 要求立即停止調漲電價 親自督軍拼立法院闖關 但民進黨沒有讓 不表決拉薩協商 進入冷凍期一個月 你自己建立的公式 你自己通過電話法 你自己叫緊 人家都是依法行事的 你自己去試一條的燈光 然後你去考慮 好 拉薩商 民進黨透過這麼粗暴的方式 事實上 他只是在阻礙 整件事情的進展 如果台電沒有辦法順利的營運 供電出現問題 甚至講得更極端一點 如果台電因此而倒了 立法院能夠負責嗎 這個就是 這就是你們選出來的民進黨 這八年掏空了台電的錢 然後現在跟你講說 你不給我漲電價 那台電會導你負責 可以啊 你叫拉辛德下台嘛 你叫柯文哲上去做 還是侯友宜上去做吧 可以負責啊 你們也承諾過不會漲電價 現在漲了 你要叫 別人負責 所以嘛 昨天有人跑去書發部開槍嘛 這叫什麼 這叫做 最不好的示範 我的確說這種暴力隊不對 但是 我非常可以理解 什麼叫做官逼民法 這叫做剝奪感 以前你們民進黨立法院人多 你就說來表決啊 來啊 現在 表決不過 就說 欸 你們要負責哦 你們要想清楚哦 台電會打哦 你要負責啊 這什麼鬼道理啊 什麼狗屁啊 要護航 民進黨 忘了自己立法委員的權責 應該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發聲 國民黨一再搞錯方向 把調障電價 跟電力政策錯誤畫上等號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錯錯錯 法国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 英国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 日本 德国也都占了三成多 如果占价就是错 如果占价就是民进党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民进党的错 那我们要问世界各国都错了吗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韩国等等 无数个国家的执政党都是民进党吗 国库是大家的 不是蓝的 不是绿的 台电是全民的 是国营事业 台电的生存 经营 也是立法院一再监督要求 要有财务的横平 要能够永续来供电 所以电价合理化 势在必行 民众党的委员 你们的判断也是大错特错了 民众党的委员说 台电要当金基姆 不能当败家子 我同意 但是台电要能够成为金基姆 电价的合理化 势在必行 现在的台电每发一度电就要亏钱 2022年的统计资料 台湾的民生电价是世界各国的倒数第五名 第五低 而工业电价更是全球的第三便宜 120度以下的用电户的费率更是20年从未调账 所以电价要合理化 现在就要做 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民众党的委员也说 只要使用核能 就比较能够确保电价不涨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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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是核能大国 但是在2022年 他们的工业用电大涨了160% 民生用电涨了22% 我要问民众党的委员 核能真的是万能吗 我其实想问民进党一个相反的东西 那法国为什么用核能 为什么用那么多 那为什么他们不用绿能 他们不把法国都盖满太阳能板 既然他们是先进国家 那他们为什么还在扩建核能电厂 你回答我 民进党 今天国民党民众党联手要求 未来台电如果要涨价 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的决议同意 那么是立法院推翻了过去自己的决议 立法院有这样的专业 能够取代电价审议委员会吗 公共政策请专业理性的讨论 电力能源不要犯政治化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统计 他在2020年的统计 各国的电价里面 台湾的住宅用电是全球第四低 那工业用电是全球第六低 人家的年收入多少 他们的GDP多少 人家的薪水是我们的几倍 台湾从2008年到现在 16年都没有涨 如果要提出全面动涨方案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也是一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更不是一个负责任为了下一代 负责任的立委所该做的事情 我们下场推荣膏感的内容